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已经有一半只脚已经离开这个工作了 来之前 没有收入吗 在去年的三月底还是五月份 我忘了 开始做线上的深渊老师 然后呢来上体验课的就是形形色色的 有在开车的 有在悬崖边上开网络上课的 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人 是一个服务员 就16岁 他在哪上课的呢 他在厕所里面 就是那种餐厅的厕所 他把门关上以后 他拿那个耳机这样 就跟我上半个小时的体验课 我都能听到他耳机里面传出来 外面是盘子的声音的那种情况 很吵 那你想连那个耳机都能收到 他若耳听到的那得有多吵 我说我尽可能地在半个小时内 教导你一个点两个点也好 然后他那两期体验课结束了以后 我就在想 我说 像他在那样一个工作环境下 找机会 找角落都要去完成这个事情 那我其实已经算很幸运了 对于其他人来说 我已经身在这个其中了 但我是因为 生活所迫我才去兼职别的工作 那如果我还能抓住这个机会的话 我觉得我有必要 然后再继续就不应该说 看着好像没什么希望我就放弃掉 后来能来的时候 就想说那这次我只要是能争取的 合理情况下 我都要去争取 自信 我以前是很没有自信的 所以你在选择A班的时候你选择尖做对吧 尖叫是以前我绝对不会选的 因为这也是之前的经历告诉我的 就是珍惜当下能选择的机会 它不像是泡泡面面一样的 你把料放进去加水 它就是一碗泡面的这么一个过程 你去做了这些过程 它不一定会有那个结果 所以不要想这样一个凶缪缪的结果 我会告诉他们 注重当下 你真的喜欢唱歌吗 真的喜欢跳舞吗 你真的享受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吗 如果他说是 那你就保持做你这个事情 成长和蜕变 就是在这种投入了热情的 不知不觉中诞生的 这种时候机会 机会摆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会比别人更轻易的能抓取的